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回答于5月底公布了该公司2024财年第一季度报告,统计时间为2023年2月1日至4月30日。 报告显示,回答第一季度营收71.92亿美元,与去年同期的82.88亿美元,同比下降13%,但环比增长19%,高于公司指引区间63.7亿到66.3亿美元,较去年一季度同比下降13%,好于市场预期的65.2亿美元,净利润20.43亿美元,高于市场预期14.899亿美元。 同比增长26%,环比增长44%,非GAIP准则的每股收益为1.09美元。 在收入中,数据中心用晶片的销售额达到了创纪录的42.8亿美元,同比增长14%,较分析师预期的39.1亿美元,高于9.5%。 由于宏观经济放缓,辉达的游戏部门,包括用于PC的显示卡销售,游戏晶片收入达22.4亿美元,同比下降38%,较分析师预期收入19.8亿美元,高13.1%。 此外,该公司专业可视化业务营收2.95亿美元,同比下降53%,但环比增长31%,高于分析师预期的2.466亿美元。 汽车业务包括,用于开发自动驾驶汽车的晶片和软体,但销售额仍然很小,营收为2.96亿美元,同比增长114%,环比增长1%. 辉达这一财季收入大增,主要得益于人工智慧,ChatGPT的火热带动,GPU晶片的销售。 辉达第一财季的销售额,净利润等均超出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,并且该公司对第二财季的展望也远超预期。 在公布财报后,辉达的股票价格,爬后最高飙升28%至394.55美元,创历史新高, 这也使得辉达的市值增加了2000亿美元,总市值达到9500亿美元,阶级历史最高水平。 因此,有望成为第七家估值超过一兆美元的美国公司,此前只有Facebook母公司,Meta,亚马逊,微软,Google母公司,Alphabet,苹果和特斯拉达到过这一水平。 相比之下,辉达竞争对手们的市值,AMD1743亿美元,英特尔1209亿美元,美光728亿美元。 这相当于涨出一个AMD,近两个英特尔,三个美光。 辉达表示,其数据中心部门的营收增长,是由大型消费者互联网公司和云服务提供商的强劲需求推动的。 辉达表示,这些客户正在部署其绘图晶片,以知原生城市人工智慧和大型语言模型。 辉达表示,受最新RTX40系列产品需求的推动,游戏相关营收连续增长。 更让人震惊的是,辉达的下个季度营收预期比预期高出50%以上。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,他看到了市场对其数据中心产品的需求激增。 黄仁勋在财报中表示,计算机行业正在同时经历两个转变,加速运算和生成人工智慧。 他认为,随着公司竞相将生成人工智慧,应用到每个产品、服务和业务流程中,全球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将从通用运算过渡到加速运算。 他表示,云端运算平台和大型互联网公司,对其GPU晶片的需求推动了公司业绩的增长。 不少公司都使用辉达晶片来训练和部署,OpenAI的ChatGPT等生成是AI应用服务。 他们的整个数据中心产品系列都在生产中,他们正在努力增加供应量,以满足对他们不断增长的需求。 辉达数据中心第一季度营收突破40亿美元,第二季度展望乐观。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,资深台湾半导体产业评论家陆行之预期,辉达库存渴望大幅降低,将向台积电大幅追加订单。 辉达将成为台积电救世主,台积电下半年营运有望复苏。 由于辉达预计,2024财年第二财季的营收将达到110亿美元,浮动2%,这一业绩展望远超分析师预期的71.5亿美元。 预计按照和不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,毛利率预计分别将达到68.6%和70.0%,上下浮动50个基点。 辉达表示,未来将继续提高AI晶片的产量,以满足增长的市场需求。 入行之队辉达财报及展望表示,受惠全球仿ChatGPT的AI聊天机器人对伺服器的投资,带动辉达A100与800及H100与800热销。 预期第二季度辉达将向台积电,吹加下单7奈米及4奈米CoreOS制程,大幅推升对台积电订单需求。 入行之称,过去市场常以一颗苹果旧台积电,形容苹果订单对台积电营运的贡献,如今看起来就是主要换人了。 不久前,有熟悉先进封测供应链的人士透露,回答后续针对ChatGPT与相关应用的AI顶级规格晶片需求明显增长,紧急向台积电增加预定CoreOS先进封装产能,全年约比原本预估量再多出1万片。 不过台积电财务长曾表示,宏观经济形势不景气,即终端市场需求疲软,给公司第一季度业务带来不良影响,客户相应调整需求。 进入2023年第二季度,预计公司业务仍将继续受到客户进一步调整库存的影响。 徽达执行长黄仁勋同时警告表示,美中晶片战日益升温,可能重创美国科技业,而且因为中国市场大到无法被取代,他批评美国的出口管制,让徽达形同双手被反绑,也将让晶片法的效益直接从膝盖砍断。 业界人士分析,黄仁勋这一席话,堪称是多数美国半导体厂高层的新生,因为中国已是全球不容忽视的市场,但美方禁令让不少拥有高阶技术的美企产品出口中国受限,并可能引发中企权力追赶,导致技术与规模离美商越来越近的威胁。 徽达是台积电重量级客户之一,若徽达单价较高的高阶产品销往中国受阻,多少也会影响台积电的生意。 黄仁勋表示,美国政府为减缓中国半导体制造所基础的严格出口管控,以让矽谷的晶片业者双手被反绑在背后,没办法销售先进晶片到这个数一数二大的市场。 他说,同时,中国正在自行开发效能,可与挥达的绘图、游戏和人工智慧、AI处理器相匹敌的晶片,如果中国不能从美国买晶片,将只能自己打造。 美国要小心,中国是科技业非常重要的市场。 他也警告美国国会议员示警,若要进一步限制与中国的贸易,应该深思熟虑。 他直言,如果被剥夺中国市场,它们没有应急方案。 他说,中国约占美国科技产业三分之一的市场,不管是零组件的料源,还是终端市场,都不可能被取代。 他形容,阻止美国科技业进入中国市场,规模520亿美元的晶片法效益将从膝盖砍断。 如果美国科技业必须因为失去中国市场,而减少三分之一产能,就不会有人需要美国的晶圆厂。 晶圆厂将空到能在里面游泳。 全球多数先进晶片都是在台湾制造,包括辉达的产品,近年台海风险升高,已使业者希望分散供应链。 黄仁勋说,他们理论上能在台湾以外生产晶片,这是可能的,但是中国市场没办法被取代,那根本不可能,所以你得扪心自问,想用什么方式推动。 汇达年报显示,中国和乡党占汇达去年度销售的比率超过20%,台湾则超过25%。 这个数字反映的是客户账单地点,可能包含当时卖到其他市场终端客户的代工制造商地点。 针对辉达想收购ARM,却因监管阻碍而失败。 黄仁勋表示自己伤头心了,不会再轻易投资英国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